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开店教学网站 开网店就上开店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是 3w.开店.tv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由我们开店网出品的 Tarber开店视频教程 今天我接着给大家讲解 第三部分商务型管理课程的第六课 如何设置打折促销 打折促销的话 是我们在淘宝上面做生意 一个经常用的一个手段 那么我们如何设置这个打折促销 今天我就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进入淘宝网 看一个案例 比如说这款衬衫 它的价格 本来填写的一个价格是199块钱 然后这里的话显示了一个 年终促销的价格是50块钱 那么这个是怎么设置的 今天我们就主要讲解这个知识点 打折促销的话有很多的好处 可以让我们的顾客感觉这个产品现在出现比较优惠 所以说可以增加它的一个购买的欲望 其实的话这个产品可能本来它的价格也不是很高 价格肯定没有199这么贵 但是对于一些卖家而言的话 看到打折的产品都觉得好像捡了好大的便宜似的 所以说都愿意买一个同样的价格 都愿意买一些做促销的产品 比如说另外一件商品也是50块钱 但是就显示的是原价50块钱 没有到这个促销 那么很多顾客的话 他就更愿意买这种打折促销的产品 今天的话我们就讲解一下 如何设置这个促销的价格 首先的话我们来进入店铺里面看一款宝贝 这是我们之前上传的产品 这个宝贝的话就只显示哪一个价格 43块钱和他这里的显示的话不一样 我们要做这种打折促销的话 需要先订购一个软件 那么我们就先来订购一下软件 进入到淘宝网之后 淘宝网之后我们进入卖家中心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我购买的服务 我们点击这个我购买的服务 然后这里有一个订购更多 我们点击订购更多 现在就来到了淘宝网的卖家服务市场 我们就需要在这里订购一个打折促销软件 软件的名字叫美折 美丽的美折克的折 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下 搜索之后就是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这个第一个软件 我们点击进去 点击进去之后 我们首先需要进行订购 这个软件的话一个月是10块钱 那么有7天可以免费试用的 但是我这里的话之前已经就是免费试用 已经用过了 所以说不能够再次试用了 那么我这里直接订购一下 选择好软件的一个版本 以及周期之后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立即订购 点击之后需要付费 然后我们点击同意协议并付款 然后我们点击进行订购 我们按照这个操作流程完成付款 付款之后就可以使用软件了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第一次订购这个软件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它的一个免费试用版的 现在的话我们软件已经订购成功了 同时的话我们前纽上面也会收到 淘宝网的一个系统的提示 提示我们软件已经订购成功 订购成功之后 我们进入淘宝网 刷新一下卖家中心 然后我们再打开我购买的服务 打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话就显示我们 已经购买了一个每折促乡 我们点击这个每折促乡 点击之后会进入到这样一个使用 使用教程的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直接选择这最下面的在浏览器使用 然后点击点击它 点击之后的话需要我们先进行授权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每折的一个管理页面 我们可以在这里创建活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创建一个打折促销的活动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创建新新活动 这里有一个折扣减价 我们把鼠边放上去之后 会弹出来这样一个就是效果图 还有满旧送 满旧送的效果图 以及全电打折和全电满旧减或者满旧保有 今天的话我们主要讲解的是这个 促销一个折扣促销的一个活动的创建 下面这些活动的话都是同样的道理 大家下载的时候根据我们今天的课程 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这里的折扣减价 点击之后需要我们设置一下我们的活动信息 首先是活动的名称 活动的名称的话 这个我们可以随便写一个 方便我们自己区分的 活动的开始时间以及活动的结束时间 这个的话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然后是我们的价格标签 价格标签的话就是这个 比如说他这里的价格标签就是年终大策 我们这里也价格标签他默认的有这些 那么如果我们不使用这里的这里面的价格标签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自定义 自定义的话我们也写一个年终大策 两到五两到五个汉字组成 这个价格的标签大家就可以自己随便想怎么写都行 只要是两个汉字到五个汉字都可以 然后是一个优惠的限购 限购的话我们可以设置每个人限制购买两购买几件 比如说限购一件限购两件也可以不用不限购 就根据大家的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这个限购 或者是可以无限的购买 填线好活动信息之后我们点击下一步选择打折商品 点击之后的话就会传出来我们店铺的很多的产品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给两件衬衫打折这一件 那么我们点击后面的加入活动 选择了一件商品的还有我们这里还有一件 那么同样的我们选择加入活动 这样的话我们就添加了两件产品了 添加好之后我们点击下一步设置商品的一个折客 点击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设置商品的一个折客了 比如说我们第一件产品我们要打9折 直接在这里输入9折 然后会显示一个价格38.7 我们也可以在直接在这后面输入减价多少钱 比如说这件商品原价是140块钱 那么我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减价 比如说我要把它减到55块钱 那么就减到99块钱 那么减41这样的话商品的一个折客价就是99块钱的 然后这里的话打折的一个折客是7.7折 比如说这里的话我们要设一个打7折 直接在这里输入就可以了 同样的这里的话后面有一个折客价有一个小数点 这个看上去可能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减价减13 这样的话就是30块钱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一个打折或者减价的一个范围就可以了 设置好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完成并提交就可以了 点击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活动就创建成功了 有的时候的话我们点击刚刚的完成并提交会弹出来一个授权的页面 我们直接点击授权之后就可以成功的创建活动了 因为我们刚刚进入这个每折的时候已经授权了 所以说就不用再次授权 这个的话大家根据提示完成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查看活动的商品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创建这个活动 有两件产品加入了活动 然后原价是140块钱 打折的价格是99 这个原价是43块钱 打折的价格后价是30块钱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进入的通过卖家中心进入我们的宝贝看一下一个情况 这件商品我们打开看一下 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商品的一个显示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促销价格 原价是43块钱 出销价格是30块钱 价格标签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在每折里面自己进行修改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件产品 另一件产品的话也设置上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商品的打折促销的一个设置 我们的每折软件里面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满就减 全店打折 或者是全店满多少钱就减多少 或者满多少钱就保有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创建活动的 步骤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设置打折的步骤是同样的 这里我就做过多的讲解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 每折里面有一个每折的教程 我们进入每折的首页看一下 进入首页之后 在这里的话有一个每折教程 我们如果不会使用的话 就可以进入到这里 看一下教程 关于我们如何设置商品的打折促销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在开店过程中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登入我们开店网 学习更多的教程 我们的网址是3w6.开店脸TV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